一作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潘月明 我这个带来新戏叫《白夜之兄》 这没什么好考量的 因为就是盼这种角色盼了很久 我觉得任何演员拿到这样的剧本都不会拒绝 对 因为对于演员来说 你可能在不同的剧里塑造不同的人物 但是如果在一个戏里同时演完全反差很大的人物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机会 对 会纠结 肯定会纠结的 因为这个以前没这么试过 以前都是横向的那种18岁演到68岁 对对对 就是把妆换一下 把这个语言逻辑 重音的节奏 这个音容效貌改变一下 但是这个是不一样的 其实不一样 我开始的时候我会先把设计给到导演 导演也认可 认可他就知 大家只要把这个标准定准了 他在镜头后 我在镜头前 大家就保持同步就行了 刚才我在那边聊过 那时候我特别想演喜剧 我就是觉得把这弟弟演得特别喜感 然后跟哥哥可能反差就更大 因为哥哥是警察 弟弟是婚社会的 他爱怎么耍怎么耍 但是导演就往回拽 因为毕竟我不是纯粹演这个 因为你要保持跟哥哥一致 所以一定要让人感觉到你是在装哥哥 同时还不能让别人发现 所以就是他在控制这个级标 对 我演的比较花手的那些 基本都给剪掉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 其实呢 其中一点是因为大家认可我们的这个劳动的付出 再有最重要的 我觉得不管多少吐槽的人 他们心底里都是在互换国产剧能够进步 大家都在羡慕美剧 羡慕大片 对吧 都在羡慕人家的故事结构 叙事能力表演 然后大家都在羡慕 但是毕竟不是自己的家里人做的事 所以大家只有羡慕的事 对 没想过现在就这种状态 但是会想过以后希望能够演更复杂的人 对 因为毕竟原来年轻的时候 形象比较清秀吧 那时候就演书生比较多 大家都是爱找这种古装啊 或者名著这种来找我 对 但是就是说 也许我现在没有以前的这个颜值了 但是我也有以前没有的这个对表演的理解 我觉得其实是相互的吧 而且我觉得我通过积极的这个运动 也可以帮自己更好 所以我觉得现在才是我最需要的事 也没觉得靠脸吃饭 这个概念并不严重 但是我觉得演员一定要在意形象 这个倒是挺重要 说实话我这人吧 你看我拍一个戏啊 我强迫自己说 拍戏化妆多得做面膜 而比我带一盒十片面膜 我等杀青了 我可能手里有三十片加上给人送的 老想不起来 对 就是这个习惯不好 我听说人家是什么那些明星啊什么 对 一天敷两三片跟玩一样 对 就我就有点不太懂 对 所以还是得养 这是素质 还是得养成一个职业习惯 对 就是父母的做人嘛 会影响一个孩子 我觉得这个 就是这样 再加上就是 我父母也是 就是 说个谎话 耳根子都会红那种内向 对 就没没见过他们说 为了什么目的去去去干嘛 对 所以就是 我受他们的影响也是 就是对什么事都 可有可无 就不愿意去争抢 这个其实 不太适用于现在创业的年轻人 要有创建 要有创建 但是要合乎情理的去创 我觉得人人都希望生活简单吧 对 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 但是有时候没办法 你必须去 去面对一些挑战 还要面对这个工作 还有一些这个 你不喜欢的人群 都会有 所以就是 每个人的这个 遭遇不一样 环境也不一样 对 所以每个人都希望简单 其实我就像 我说我喜欢画画 然后喝喝茶什么的 这个其实就是在 希望在分杂的生活环境里面 给自己有一个田径的去处 其实就是 并不是逃避的那种 只是放空自己 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这个东西就是你遇到了 你遇到了 就是平常心去面对 你只能这样 你还能有什么办法 对吧 对 好 下一课题 好 好 好 disparity 做一路 东西 零 这是 放一路 零 你 不是 金 就 what 工 겁 Dai